我們來跟老師分享一下你在雲端裡面 如果真的資料就給他隨便亂擺了 那你要找怎麼找 當然第一個方式我們剛剛講你可以透過關鍵字對不對 第二個其實我蠻建議老師善用一下我們右手邊這個 右手邊這個就是上面這個資訊 這個資訊 你如果不小心把它關掉了 還是老師平常都是關掉它的 覺得有點礙眼 可是其實不會耶 真的不會 你看點開它 你看我現在點到這個資料夾 你有沒有發現 你的活動的資料 你最近做了哪些事情它有沒有顯示在這裡 比如說我點到哪一個資料夾點到這裡 有沒有發現你的資料都在這裡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做了什麼事情點開它 哦原來我刪除什麼資料 可以從這邊找到 第二個呢 你來看一下 你如果說假設像我今天早上講這個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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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一打 有沒有 很多都出來了 好 假設我想要找這個影片 可是我想要找到他的資料夾 現在是不是直接找到影片本身 你看我點一下 好沒有錯 找到影片本身 我先把它關掉 這裡 再一次 好找到這裡 OK 那你可以來這邊點它一下 詳細資料 有沒有 有沒有資料夾 有 要 這裡 那 你看一下 右手邊這裡 有沒有一個檔案位置 有沒有 檔案位置 所以我想要找到那個資料夾嘛 點一下它 有沒有就進來裡面了 有沒有就進到這個資料夾裡面來了 對不對 那你 是不是就可以一併找到其他的 所以其他的搜尋 是這樣 我覺得現在越做越好用 好 越做越好用 所以 當然 因為我剛剛是影片的關係 所以他會 他會直接這樣進來 那麼如果我找到的 比如說我可能找到的是文件類的 比如說我可能找這個簡報類的 好 一點到他 在右手邊這邊 這個是活動 詳細資料 有沒有發現 跟剛剛一樣的在這裡 因為我現在一找的 我不見得知道他資料夾在哪裡 有沒有發現 他上面沒有顯示資料夾在哪邊 所以我會到哪裡 到右手邊的詳細資料這邊 一看我就知道 哦 原來我方案是在這裡 不然的話 平常我們黨名找到之後 其實你並不知道他放哪邊 但我這樣一點進來 我馬上就看到他了 馬上就看到他了 這個是 我們平常在找資料的時候 我會像這樣去找 那麼 找完了之後 我們可能還會有一個情形 什麼情形 欸 這個檔案 其實我們檔案放在雲端頁上 還有一個好處是什麼 修改是有機可行的 平常我們自己電腦裡面 我相信老師 給點 不小心 這樣他手就不要改 他就改了 而且不好意思 還關掉有沒有 電腦又關機 還是檔案又關掉 要怎麼辦 製作孽不可活 沒辦法 來 我們看一下 如果你本身是Google文件 它也有所謂的歷史版本 這個在我們的教材這裡有 您可以看到這裡 在任務裡面 我們剛剛給各位看的是 前面最新的訊息 就等於說 我們的群組 在玩弄裡面的班級的 經營就是在群組這邊 那麼我們真正的教材是放在任務這裡 所以您可以點到任務這邊 我現在要講的這一個呢 就是在我們任務裡面 您到任務裡面有沒有分 有沒有 我就針對不同的類別 那我們剛剛雲段硬碟應用這裡面 就有一個怎麼樣去管理所謂的 這個 歷史版本 我在部落格上有一篇文章就寫這個 好 那不管你是有沒有轉換成Google文件 都可以 都可以 所以我在這邊給您稍微看一下 假設我現在這個是一份簡報 我把它打開 你也可以按右鍵 這裡 沒有 因為這個是Google文件 所以我就直接打開 好 在哪邊有 在左上角這裡 檔案裡面 有沒有查看修訂版本記錄 點進來 所以雲段硬碟 真的不要只把它當硬碟來用 你看我們右手邊 你看今天上午我改過有沒有 昨天的 有沒有改過好幾次 所以如果說你想要看一下 我第一個版本 是長什麼樣子 你點了之後呢 他會顯示給你看 你看第一個版本 有沒有這裡 顯示變更 所以我第一個版本是空的 然後呢 再來咧 有沒有發現我增加幾頁進來了 那哪裡不一樣 他會把你秀出來 有框出來 如果你要很詳細的 在右手邊這裡 等於有點像我們在OBIS裡面那個追蹤修訂那個概念 好 追蹤修訂 這個就很方便 那他上面呢可以很清楚知道誰編輯的哪些 而且可以隨時回到過去 萬一有人編錯了 這是有可能的 對不對 你可以隨時回到過去 這是第一種 就是說 我針對已經轉換成Google文件了 包括Google文件 Google 檢報 Google的那個試算表 那如果你沒有轉換成Google文件 難道不行嗎 當然也可以 你看我在這邊有一些軟體的部分 因為軟體其實更新很快 對不對 那我今天如果說 比如說這個網頁設計的 這個有新版本的 平常我們跟大家共用 或者你用mail寄也是一樣 我寄一個版本給你 然後萬一前一個版本 可能有錯 或者我修正之後 老師通常會怎麼寫第二封信 抱歉抱歉 剛剛的版本有錯 以這一封為主 有沒有 然後萬一有錯 然後你就再寄一封 剛剛前面兩封不算 以第三封為主 哈哈哈哈 我想應該很多人都收到這種信 對不對 這樣不是很累嗎 所以呢 你看你如果 你如果共用了之後呢 你可以來這邊 有沒有叫管理版本 對不對 管理版本 那我就來告訴他 現在 有新版本直接上傳就好了 所以對方 用同一個連結 就會下載到最新版本 這樣 不會還在下面 老師不要忘記了 我們無限空間 我們空間無限 所以你看我這裡有沒有很多其他版本 萬一真的 你最新版本是錯的怎麼辦 回來再回來就好了 就是 你就 他預測都永久保存 因為我們無限空間 所以永久保存 那你可以把這個版本把它刪掉 刪掉 他是又恢復了第六個版本 那他就永遠取得最新的 連結不用變 所以還是一個概念 什麼概念 今天我把這個連結出去了 就固定下來了 除非你不分享 不然的話 只要有最新版本 你不用再問我 就找原本的那個連結就好 比較不會說 你下載的是第一個版本 下載第二個版本 有時候我們就搞不清楚了 所以其實 雲端一連 好處就在這邊 這樣老師有沒有比較清楚 老師這個有什麼爭議啊 然後你說 我 什麼時候下載的 我先下載下來 我先補個中間 那他 後面 接入我們兩個立體的實際力量啊 所以老師您可以在那個文件上面去注明一下 也就是說我這邊雖然看起來都是這個對不對 但是如果我上傳的這個 管理版本 我上傳 新版本 黨名字跟他不同的 沒有關係 他會用新版本的名字 比如說你在黨名後面我寫一個 比如說什麼時候修改 這樣是不是一看也很清楚 啊你拿你的版本給我看一下 我看後面就知道了 或者我們在文件的標題那邊寫一下 啊這是什麼時候修訂版 反正他還是下載 可是至少可以保證 就是他不會 因為他找錯郵件 結果下載到所謂的 就是過期的版本 好 那 所以這個部分老師可以稍微試看看 好不好 您找到任何一個檔案都可以 有沒有轉 轉成Google文件都沒關係 只是有變成Google文件的 你要進到Google文件裡面 如果沒變Google文件的 直接在文件上面按右鍵 有一個管理版本 好 這樣老師在使用上 就會比較方便